你看這個天外濕 你看惠文他們家 本來是那個地板是會滑 就是你踩下去 每一步你都覺得有水跑出來 那如果你是地毯的話 其實地毯更濕 而且你還會有那個塵蠻的問題 為什麼大家就是過敏性鼻炎 這麼厲害 像這幾天就我其實 我們也是其實是為了小孩子 因為之前他們發作的時候 就是鼻子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是我們用那個成年老地毯 所以大工程的把地毯都換了 換成木頭地板 可是這幾天還是發現怎麼天氣一降 他們馬上就是鼻塞 不然就是躺著 只要睡覺的時候 就沒辦法呼吸 還蠻嚴重的 所以後來我先生就想說 還是要改善這個部分 就買了那個除濕機 那用了大概目前就是這兩三天觀察 確實是有比較改善 因為你用了除濕機開下去 你的室內溫度會高一點 而且因為我們這個有肩空氣循環 就是清淨的部分 所以他又可以過濾你一些髒空氣 不然有時候我們尤其冬天 你房間裡其實密閉 大部分都不開窗 那髒空氣一直在裡面 其實也是會不舒服 你知道你們那個舊的 裡面有濾網有沒有去看看 對 很妙 其實我們一直不知道那個 因為很少用 不是很常用 然後那天因為買了新的 就想說舊的也要整理一下 結果我現在才發現說裡面有濾網 可是那個濾網我們從來沒有洗過 也沒有清過 事實上我前幾天也才剛看到一個新聞 它就是說很多的那個民眾買回家 不知道裡面有濾網 甚至他濾網還會用一個塑膠 就是塑膠包起來 對啊 那個要打開啊 對 很多人不知道 就拚命又有人好像用了兩三年 然後一直在開機的狀態 但是他的濾網是沒有開封的 所以這根本就是沒有用的 對 所以這要提醒大家就回去 你的那個濾網 還是要打開來看一下 可是這麼多年 對不起 你這麼多年 我這很好奇 因為你是醫藥記者 你這麼多年你都不用除濕機 那你們家衣服都不會發霉嗎 衣櫃裡面喔 沒有耶 就還好 因為可能我們在市區吧 不是住比較潮濕的地方 我覺得是還好啦 但是我們曾經 那個濾網打開之後有多髒 我是沒有親眼看到 我先生說非常的可怕 因為有十年 而且因為裡面 有一直在吸髒空氣 所以其實那也是不對的 差一個話 那個濾網 你把它想像是我們的廢 對 沒錯 天啊 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 我們是有鼻孔有毛 他已經是過濾一次 其實他沒有過濾完之後 吸進去還是有髒的 你想一想 你的肺裡面 就有很多髒的 那會很垃圾耶 你不知道喔 你實在是要把它切開來清一下 所以為什麼不鼓勵你去跑步就是這樣 因為你就是用你的肺當過濾 然後那些髒空氣都進入到 天啊 難怪那時候真的是不能這樣跑 我補充一下 剛剛說那個 因為我家裡有一個小朋友 然後就是因為就是季節變化的時候 我之前家裡的那個地板 也是用那個地毯 後來奇怪 為什麼他就是會一直打噴地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不舒服 後來我就把地毯全部都換掉 換成那個木頭的地板 後來也不行 就是也會潮濕 後來又花了一次錢 把整個木頭的地板全部都換掉 換成那個塑膠地磚 後來就比較好了 然後去買了兩台 因為我房間大概十八坪左右 然後就買兩台那個空氣預金機 結果發生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我真的不曉得裡面濾網 有塑膠膜包子 真的不怕你們笑 然後呢 用了半年之後 因為小朋友還小會疹嘛 然後去玩玩玩 結果有一天我老婆打電話給我說 你知不知道裡面有濾網 我們已經用半年了 結果裡面的塑膠膜完全沒有打開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 就我下班回去的時候 然後就弄一弄看 你知道那個塑膠膜多恐怖嗎 剛剛是講說 那個就像人體的肺 那塑膠膜上面 我整個就是透明的 我不是會形容透明的塑膠膜 我完全看不到裡面的濾網 全部都是灰塵 脈眠就這麼恐怖 因為你們都沒有看使用手冊 對 我以為就是回去 然後就是把它整個 拆封打開 插電 然後整個就可以用了 而且我要買那個 等級最高的什麼 他說那個什麼HEPA級的濾網 就是有那個醫療級的功用 我買那個就是比較好 你知道你連那個塑膠膜 都是最高級的 而且那個這個 重點是說那個塑膠膜 真的很恐怖 是我完全看不到 那個透明的 完全看不到裡面的濾網 然後拆開之後 你看看可想而知 那個把那個膠膜打開之後 那個濾網多久要清洗 是 過長 所以現在你看電視 如果你家裡面有的話 你像說看電視 像說把那個濾網抽出來看看 是 真的 那個不只是要定期的去清潔它 也要更換 就是很多人不曉得 就是覺得一勞永逸 我就是一片用到底 其實不是 對 我以為我講 一片可以用到底 是因為你塑膠膜 也把它包起來 所以塑膠膜拆掉 你不要再包新的布箱 看慘 不過氣喘而我真的要拜託大家 你剛剛那個什麼地毯 暴枕 窗簾 你就真的不要裝了 那個真的不誇張 我跟你講那個東西 真的很傷我們 所以我只要一進去 那種什麼窗簾 那個IKEA 很明顯 你到那個買那個杯子 那地方我還好 你這樣一走到那個窗簾區 我就死了 為什麼 你就整個感覺就整個有塵滿 不行 窗簾是布的 會有塵滿 真的 暴枕 拜託不要放 我從小 我家裡面沒有暴枕 我這輩子 我家沒有窗簾這種東西 沒有暴枕 沒有地毯 就都不行 因為你自己去看 如果你真的用那個 強力的吸塵器去吸 你去看看 比那個氯 空氣氯氣氯率好 更更更 你吸起來全部都是 你一般人 搞不好你們都不舒服 更換我們的肺功能 我們的氣管功能 只有你們不到十分之一 如果這樣吸塵器吸一吸 你把那個髒東西 不小心碰到皮膚 皮膚很強 會癢 那都是塵滿嗎 那都是塵滿嘛 不過你可以想像 那個東西 進去我的氣管 然後在那邊 啵啵啵啵啵 那個真的很傷 所以家裡面有過敏兒的 我覺得這個就 你不要為了水 真的不誇張 我家全部都是用木頭椅子 沙發也不行 絕對不能有碰液 台灣非常不適合地毯 因為溫度高嘛 然後又潮濕嘛 對不對 地毯 你家裡要弄得漂亮 而且像這種天氣 剛剛靜雯姐有提到一個 就是醫務的問題 我們曾經也是在有一段時間 就是比較常下雨 那陣子常下雨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那時候 我們小朋友的 那個陰部的地方 一直一直會搔癢 然後我想說小孩子 為什麼會搔癢 因為有點奇怪 那看起來就紅紅 一開始就是先幫他用一點藥膏這樣 好像用藥了之後有改善 結果沒想到 大概三五天又來 那一直找不到原因 反正要帶去看醫生 我想說先問一下醫師朋友 看看大概什麼原因 結果他一講 他就點到一個重點 他說你們家的那個醫務 是不是沒有很全乾 就收起來 後來我們就想說好像是 因為我們都晾在外面 可是這種天氣根本沒有到很乾 那怎麼辦 我們是大人好像還好 就是我們沒有不舒服 可是小朋友就不行了 所以其實大家就有在 有一些醫師就有提醒說 在這種季節 如果你的醫務是沒有全乾的話 其實你這個就會有個風險 就是說包括我們的皮膚的一個 搔癢的部分 或者是在貼身醫務 沒有乾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就會有感染的問題 所以這個你就是 現在就要除濕機啊 你要幫他一下 因為他一直問就表示 他也有這種困擾 對 他陰部也很癢 真的嗎 我會很建議 家裡面不管怎麼省 你一定要買烘乾機 你的衣服洗完一定要烘乾機 我覺得我什麼都可以省 我兩樣東西 一個烘乾機 一個除濕機 我絕對不省 可以殺菌 對 你就是要乾嘛 你乾就不會有細菌 所以我一定要烘乾機 我兩個東西絕對不能洗 這兩個我覺得絕對不能洗 我也是兩個東西都不能洗 吃跟喝酒都不能洗 好 不過那個剛才講的那個吸塵機 就是這個大家真的要注意 給所謂氣喘的家長注意 吸塵機你吸的時候 那不要站在他後面 噴出來那個 那有人去做實驗 就是我們台灣自己做實驗 在五十五坪的那個空間裡面 那個吸塵機去給他噴 但他站在後面 他的那個PM2.5是十三倍 所以剛好 因為他就噴出來 噴出來 你的蛋蛋 那你就只裝備 我們是不是平常吸塵的時候 我們就把口罩戴上會好 太棒了 這可以聊 可以等一下跟你說 另外一個我們現在很常用 那個機器人 是機器人 好棒 大家很棒 會揚承起來 但是在這個實驗裡面 同時也告訴我們說 機器的吸塵器 它會造成的那個空污 會六倍左右 所以會引發你家裡有小朋友 更容易氣喘發作 因為小朋友全部在什麼 在地上裡面爬來爬去 你們不可能把他放在天花板 都在沙發地板 然後那個層就開始起來 起來很誘發那個氣喘 所以要怎麼處理呢 剛才除了說吸塵器 你必須要站在 不要站在風口上 另外一個戴口罩 看在鏡頭有講過了 另外一個其實在這之前 其實你應該用這個紙拖把 把那個層就把他稍微吸一吸 或者濕地板給他濕一下 另外就是叫你老公 把小孩抱去旁邊 然後隔離起來 叫他九十分鐘不要出來 等你弄好以後再出來 或者抱去公園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清淨機 清淨機是蠻重要的 所以記得要有HIPPA的 要有過濾的 不可以有受教沒有柴哥 這個很重要